你吃过蚊子饼吗 流浪地球二里刘培强和师父张鹏降入到非洲时 张鹏说 炸蚊子饼这么老厚 50万只蚊子一个饼 像 人家那可真不是瞎扯 蚊子饼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食材并不是蚊子 而是外表略有相似的萌虫 在东非大猎谷旁边的维多利亚湖 爱德华湖附近 生活着许多叫做萌虫的小飞虫 每年11月到第二年2月 预计到了万物复苏 又到了动物们繁殖交配的季节 湖面的空气中弥漫着荷尔蒙的气息 萌虫们铺天盖地的成群结队在湖面活动 远看是一阵阵风 近看这是一只之虫 不只是湖面 周围的树丛种那也是哪哪都是 当地的村民拿着家里的锅抹上蜂蜜或者油 对着空中的猛虫挥舞 随便一挥手就逮到了数以万计的虫子 好消息是食材非常的容易获取 这活不管大人小孩 只要有锅就能干 但坏消息是50万只虫子才能做成一张蚊子饼 想要吃上一顿饱饭 那不得弄几百万只虫子 所以他们得不停的回锅 着实累得不清 备手的蚊子饼是怎么做的 美味的食材往往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当地人逮到足够多的虫子后 把它们捏成一坨摊成饼 再放到锅上用油煎 整个过程就跟煎入饼大杀不杀 根据专家的推算 一张饼大概有50万只虫子 你一口下去能吃掉一二十万只 虽然蚊子饼看起来恶心 但是营养负还有大量的优质蛋白 比牛肉都高出不少 不过虫子肉还是件美事 毕竟灯格热 瘧疾那都是靠虫子传播 你瞅瞅这加工技术 能不能彻底消灭病菊 还真是个问题 所以吃蚊子饼多多少少 那得冒不少的风险 你要是问他们 为啥不吃米面吃蔬菜和肉 为了吃昆虫 非熟那边的情况 懂得都懂 吃饱饭本来就是个问题 缺一少食的情况下 蚊子再小那也是肉 大自然都馈赠了 那不要白不要 而且每年就几个月能吃到 剩下的时间 你别说虫子了 你安全的也用水都困难 所以当地人 也是非常喜欢吃蚊子饼 这也是为数不多的魂菜 非熟的神奇美食是真力度 除了蚊子饼还有黄泥饼 许多妇女们会在野外 寻找大量黄泥土带回家 筛除掉其中的杂质以后 加入油盐水 做成一个圆盘状的黄泥饼 然后放到太阳底下爆晒 晒干以后拿起来直进食 甚至还能拿去卖下呢 由于制作方法简单 小孩都能下手 黄泥饼所使用的黄泥 和平常所建的泥还不太一样 吃下去是可以消化的 里面还有大量的微量元素 短期内拿到冲击 肯定不成问题 长时间使用 对身体不仅没帮助 还会引起疾病 更何况 这个黄泥饼没有经过高温加热 里面的病菌病毒 是没办法杀死的 食品安全没法保证 而非熟呢 又是黄泥饼 又是蚊子饼 这都是无奈的选择 如果他们有米有面 有菜有肉 顿顿吃饱次次吃好 谁会选择吃这些碗上呢 上个世界 咱经济条件不好 吃不暖穿不暖 树皮草根都弄出来时 正是因为有了 袁爷爷等各个领域的专家 才让我们牢牢握解了 手中的饭碗 盛满了食物的餐盘